右邊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 它是過去地震發生的紀錄 譬如說它現在這個是8月13號的地震 就是右邊的地震會滾 會滾到 就是這一次的地震 然後如果我們要切換到其他次的地震 我想應該沒辦法看很遠 因為我剛剛試了只有螢幕算數幾次 譬如說如果要切到8月1號的話 先過去還不會重新跑的紀錄 然後等它全部跑出來的時候 日期就會換了8月1號 然後它星星的地方是正陽 然後它下面還可以換 就是如果 它這裡可以有一個套上正度圖 就是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話 它上面會顯示顏色 其實都是這樣 我有問題 那為什麼現階段那個台灣南部 一折圈圈變小 二折也沒有套色 是因為它都是無感地震嗎? 對 就是它那裡沒有測到 是如果你點側站的話 譬如說如果點綠色的側站 它會告訴你有震度 但是如果你點到白色的話 它就是震度應該會是0 喔 OK 所以它是照旁邊這個顏色來分的 然後如果看天態的不夠的話 可以點這個箭頭出來吧 然後它這個GIF它台灣撥片 所以你看說它地圖是怎麼動的 可是要等地走 也可以 也可以好 它開始動了 就是從正陽開始 就會看到側站開始 一個扇群的弧度 開始往外變側 然後 然後 我有問題 所以如果 如果沒有那個星星跑出來 你有辦法看出 可能哪裡是正陽嗎? 如果照這樣一張GIF的圖 應該是從一開始的地方看吧 因為它開始變色的地方 就是越後越是正陽 OK好 請繼續 然後 除了GIF 還可以切 D6 然後它上面那個 1S 2S 3S 只是看間隔多久 譬如說間隔兩秒 它要切下一個時間點 所以如果3S的話非常慢 然後 VDO的話 就是可以按播放來看 然後它一樣會慢慢的擴展 再跑一下 對 它在擴展 然後 我覺得我試出來的差異就是這樣 那另外上面 你在滑鼠再把它用到最上面 另外 另外那個 PGA table 那一個 你有try嗎? 我有看 就是它顯示一些 比較小一些東西 就是 這個是觀測站的編號 然後這邊是精度跟尾 絆度跟尾 應該沒記錯 對 可是PGA我幫那時候 我還沒記錯 然後 後面那個是 應該是規模 因為 intensity 應該是強度 可是 我不知道什麼 不是0.00 我還沒記錯 之後 就結束時間 然後後面那邊 我覺得 從頭到尾盲點 就是PGA的 是什麼 OK 然後這 右邊的圖 那個左邊的圖 你能不能再把那個 叉叉按下去 然後看左邊 那意思也就是說 剛才右邊的圖 是那個 過去發生的狀況 可是 現在那個 整個 網站畫面的左半邊 明明還有標題 叫做 即時的 那個 震度的資訊 所以如果就左邊 到底怎麼了 嗯 左邊代表 現在沒有地震 所以它 哪一個側站 都沒有側到 就是如果有地震的話 它這個也有 預警的功能 就是 在下面 然後 就是如果 預警有 三個側站 可以側到的話 它就會 跟你顯示說 預警在哪裡 然後可是 我覺得我們要等到 它的預警 還蠻困難的 所以左邊就是有 預警 但是如果有地震 它好像 我剛才的資料 它會在給你15秒的預警吧 然後如果你在震央旁邊 你會有兩秒鐘 就是 它會跳出來跟你講說 地震發生 然後你就可以準備 好我會壓死 那 那 我有問題 你反而講 離震央比較近 離震央比較遠 有這個 15秒 或者兩三秒的差別 那個差別的原因 可能是什麼 就是 批波傳到那裡的速度 因為它好像 都買了什麼儀器 然後它可以感應到之後 它就會 收集掉 然後通知你 然後所以 離震央越近的話 你的通知時間就越短 然後 所以你應該開了兩秒鐘 可以決定 要蹲下來 OK 那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 那那個左邊有很多個點點點 你能不能先 讓你的滑鼠 在某一個點上面 然後看它呈現 怎樣的資訊 對 對 就 好 其實跟右邊一樣 它就只是 呃 它就是顯示那個 關於側站的資訊 不要再閃 就是也不顯示 關於側站的資訊 比如現在正路是0 現在全部都是白色的 OK 那剛剛有一個東西 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看到 那個PGA 這裡寫0.18 然後呢 那個斜線跟SS應該是秒平方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 可能是什麼 應該是 加速度 對 啊只是幫我們用9.8 這個應該就那個 一個G RGAL GAL 那個好像念茄莉瑞的茄吧 我應該沒有記錯 是嗎 不知道 MGA的樣子 我幫我沒有記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右邊的 現在這個側站 叫做 藍頭的某個國小 鯉魚國小 啊那那個紙子 又一直沒有動了 因為已經過去發生了事 然後不管怎樣 當時正度0 啊左半邊 那個數字 動一動 會不會是那個學校附近 一直有一些東西在干擾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按的時候 它並不會閃爍 OKOK 好 那先這樣子 OK好 謝謝